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湖北未知给您带来的大王小王 我是王维念 我是王维念 欢迎大家 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非常请来的 心理专家王颖老师 欢迎王老师 今天呢 首先要登场的是一位女士 她最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烦 为了她的儿子 到底怎么回事呢 掌声有请 你好 你好 我很年轻啊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王老师好 你好 这么漂亮啊 你好 这俩大酒窝 太高兴了见到你们 谢谢 你是东北人是吗 对 今天是和谁一起来的 和我家我儿子 儿子 儿子多大了呀 今年十几岁 十七岁了 你的烦心事跟儿子有关吗 我的烦心事 我今天不想要玩挺就行了 现在不想让儿子听 也就是说你有话想跟我们说 对 好 那把儿子的画面关一下 谢谢 哎 好的 已经关了 已经关了 就今天您是为自己来的 还是为儿子来的 嗯 为我儿子来的 你最想解决的儿子的是什么问题 最想 最想 我就希望他能减肥几年 他很胖吗 嗯 他三百斤 十七岁三百斤啊 你来的带什么来的 来 想着他解肥 那你这做妈妈的 闹心思了吧 是 来 这位女士您请坐 嗯 谢谢 什么事不想让儿子听见呀 是说他胖不想让他听到吗 问题 这已经是事实了 不是 他现在就是 在读初啥的时候 他就是不念了 就辍学了 九年义务教育制都没有 完成下来 是 他就是 我和他爸就是离婚了 然后对他打击特别大 那爸爸没有过来 一直离婚了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 哦 四年前了 呃 我想问一下 您跟您的前夫是什么原因离婚的 可能也是 就是说 性格也不合吧 然后 他提出离婚 他提出离婚 那个时候他已经有新感情了吗 嗯 你通过什么方式发现的 啊 就是 通过电话吧 那个时候你已经发现他有变化了吗 嗯 是 他总不回家 不回家 有没有那种走哪都抱个电话 不能撒手啊 嗯 是 就是 就是 总是背着我打电话 通话很频繁吗 嗯 很频繁 对方你熟悉吗 嗯 也认识 是朋友吗 是朋友 是你的闺蜜吗 嗯 挺好的一个朋友 你儿子见过吗 嗯 也见过 熟吗 挺熟悉的 那也就是说跟你们的关系都是很近的人呢 嗯 是 那时候对你打击应该最大吧 是的 对我那前面都要熟了似的 因为我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你的儿子在你们离婚之后 突然变化了吗 是 我儿子 他没跟我说 跟他老说 他老说的 我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我爸为啥要这么住 他说有时候我就拿那个脑袋去撞墙 就是说说不出去 特别郁闷 说到离婚的原因 许女士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这背后又有怎样的真相呢 这个女士其实刚才的过程中 你并没有跟我完全的说实话 你在顾虑什么呢 对于孩子来说 这事太不能接受了 好吗 我做情感节目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听说 就是因为他提起离婚的 17岁的儿子为何体重暴增 这和父母的离异有没有关系 你爸爸不是以前特别爱你吗 人都变嘛 我感觉就是伤心病狂 遭受了一次巨大的侮辱 那现在他要想要疯了似的 因为我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广告之后 敬请关注大王小王为您带来 儿子体重300斤 谁知故 徐女士今年45岁 来自辽宁铁岭 让她非常担忧的是 儿子今年17岁 体重已达300斤 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 之后就一直待在家中无所事事 徐女士认为 儿子体重的暴增 和她四年前的离婚有关 而对离婚的原因 徐女士却难以启齿 她提出离婚 那个时候她已经有新感情了吗 对方你熟悉吗 挺好的一个朋友 你儿子见过吗 也见过 熟吗 挺熟悉的 那时候对你打击应该最大吧 是的 我那前面都要想要疯了似的 因为我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我看你提到爸爸 你不太开心 不想提 这个女士其实刚才过程中 你并没有跟我完全的说实话 你在顾虑什么呢 你怕孩子将来接受不了是吗 怕大家笑 我不再想提我吧 这位女士我倒觉着 从现在开始 你要让自己和儿子 痛痛快快地接受这件事 不要把她再成为 你们生活的绊脚石了 做错的是她又不是你 因为一个 其实已经可以放下的感情 还在躲闪的话 就说明 这件事情还在继续折磨你 没有啊 我就是说 即便我知道了这些 我也 没猜穿的 因为我儿子毕竟都这么大了 然后就是说 我真想离活的话 我带着他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 我就 然后我去求全的 我就说你愿意回来你就回 你不愿意回来 那你就不回来 我就心心慢慢地看看再说吧 后期他跟我提出来 他说那咱俩离婚吧 离婚吧 后期我这一看那也不行了 我说那那就离吧 已经说了多少时间了 我三十个月了 我做情感节目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听说 当时在录像之前 我们的编导跟我讲这个事的时候 我反问了他三遍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 而且我觉得 反正我不太理解啊 所以我从心里就会觉得 这位女士 她真的是遭受了一次巨大的侮辱 你认同我这个词吗 因为是这样啊 可能这个节目 哎呀就是我也 我看怎么能保护他们一下啊 就是 跟他爸爸先走近的这个女人 曾经这个孩子 对他有另外的一种称呼 就是 亲戚嘛 就其他的一些称呼啊 然后现在突然变成他继母了 是这意思吧 不就是他们俩走在一起 相当于是 他们也顶巨大压力吧 嗯 我也挺佩服他这种勇气 有点喝出去的感觉 挺佩服他这种勇气 他不怕他家里人说他吗 他家里人也说的啊 就是他妈 他哥哥姐姐的家里也都说的 那时候他就像鬼迷心跳了 这谁说啥都不听了 完了等过后 这事一点点炸火 都慢慢的 都接受了 他再去 就是说的 再给人家再好好说 当时就是 都不听 什么都不听 过去许女士和前夫感情还算不错 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大概六年前 许女士发现 前夫总是捧着手机和人聊天 渐渐发展到时常不回家 两人为此一直争吵不断 直到许女士发现 前夫有了别的情感 而那个人不是别人 而是和许女士 关系不错的一位亲戚 后来 丈夫近一年没有回家 回来后便提出了离婚 如今前夫和那位女士 组成了新的家庭 许女士则带着儿子独自生活 而这也让年仅17岁的儿子 遭受了异常大的压力 为了不让儿子再次回忆起这一切 现场的谈话并没有让儿子听到 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发胖了 还是后来才胖呢 那时候就是 就是没有这些年胖的 那么丑着吓人 就是胖的乎乎来丑着 你的儿子在你们离婚之后 突然变化了吗 他没跟我说 跟他老说 他老说的 我想不明白 我爸为啥要这么做 他说有时候我就拿那个脑袋去撞墙 就是说说不出去 特别郁闷 儿子经常用脑袋撞墙 还有什么极端行为吗 头一年就是刚离婚的这儿 他也挺有埋怨的 说别人都有爸爸 为啥我就没有 其实一说这些事 我这点难受 别人都有爸爸 为啥我就没有 我能说 这对我太不公平了 小孩都总就是说上网看些东西 现在都是拼脸的年代 就是这么说 他现在每天在家干什么呀 现在在家上学也不念了 然后在家就是自己在家待着 玩手机上网了 对呀 无所事事的呀 那你担心他的未来吗 非常担心 当时他不上学的时候 其实他这个肥胖 比他不上学 我看你都重 因为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上学 只要你有个好身体 就说我出去打一份工了 干啥 就是360行行行的呢 出床呀 但是说你要是说身体要不好的话 就是说你学的再好的话 可能也没有用武之力 你有跟你前夫联系一下吗 毕竟这是他唯一的儿子呀 没有 因为就是说事是他做错 然后他不主动说的 也就是说扶养孩子 我也没和他联系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来 王英老师 我觉得他这个女士上台 他不仅仅是说 我的婚姻解体了 我很痛苦 可能这里面可能还有愤怒 好 可能还有一些自责 儿子我见过 就想说我不念了 我终于有事干 对呀 对呀 越想越烦 干脆我 我不想了我干什么 就是打一张 不可能 每天一睁眼打一睁 一直待到晚上睡觉 一定有事干了 还干嘛 可能是 还干嘛呀 可能就是玩手机 确确确实实 现在有个词叫生无可恋 他说我最快乐的时候 就是三四年级 后来我让他推一下 三四年级的时候 家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他说没有 后来我就不再快乐了 一天能说几句话 基本 或者说话 这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之所以不上学 之所以 这个可能那么胖 也是放弃自己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能够帮助这个小孩子 能够重拾梦想 能够将来照顾妈妈 让妈妈放心 那你这次来干嘛来了 我特讲的 减肥 减肥 减肥的目标是干嘛呀 能够重拾梦 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我特别能理解在哪呢 成年人 他可以理解 我的丈夫背叛了我 然后呢 只不过他 就是不是一个普通的背叛 是爱上了一个 特别不该爱的女人 而且女人呢 也背叛了他的丈夫 非要跟我的丈夫在一起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对于孩子来说 这事 太不能接受了 因为 他原来呢 这是我的妈妈 爸爸 那可能是我的 叔叔婶 什么什么 就这意思吧 他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他现在突然变成了 那是我继母 你想想一个幼小的心灵 对他来说 打击太大 对 因为你要是不做调整的话 你儿子就算是减了肥 他的三观 现在其实已经受到摧残 对 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也拍了一段短片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他叫张扬哲 今年17岁 来自辽宁铁岭 原本应该读初三 准备中考的他 却已经有长达 三四个月的时间 没有去学校了 啥也不想的感觉 这一天就是处于一个大爷的 然后玩手机 感觉是就循环那种感觉 那你想过这种日子 你要过多久吗 感觉要是没发生了啥 估计就是一直过 面对这样的儿子 小张的妈妈非常担心 我也不想让他带人 就是因为他不上学这个事 又和他大吵了一架 那你现在对他这个状态 就很焦虑吧 挺上火的 但是小张却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感觉上学没意思 生不如死的感觉 你以前跟妈妈说过 说活的没意思的话 说我 现在没有想过 就结束生命那种意思 但是还是感觉就是 没有目标那种感觉 为何一个年仅17岁的少年 有如此多的烦恼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咱们掌声有请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董事好 你好 你个子挺高的 小心别踩空了 哥们行啊 这有点像我儿子 来来来站我身边 多大了呀 17 17岁了 你有多高啊 1米81吧 你个子挺高啊 幸亏你高 你要是长我个子的体重 就完了 是不是 你猜我多高啊 1米1米7 1米7 你什么眼神啊 我1米7啊 来请坐 今天来这知道我们这节目叫啥名字吗 大王小王 谁是大王啊 这个 不知道 应该是大王啊 他是大王吧 头雾 谁是大王 我是大王 要这么论的话 那你是小王吧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张杨哲 张杨哲是吗 几年级了 当时是初一初二 你不上学有多久了 三四个月 不是你到底不上学的时候是初一还是初二呀 我记不住啊 你几年级都记不住啊 初三 现在应该初三吧 这就是因为肥胖给他的 给他带来那种记忆减退 因为每个肥胖者那种记忆能力都特别差 不是你到底是上了初一和初二你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天天去的就睡觉啊 差不多 你妈妈不是说你小学学习很好吗 小学那是 那基础应该很好啊 基础的也有不好的 你小的时候学习好吗 还是妈妈帮你吹呢 没有 小学到四年级应该一直都挺好 你觉得爸爸和妈妈分手这件事对你影响大吗 以前影响大 什么时候影响最大 刚分开的时候 你能理解爸爸的选择吗 不能理解 到现在吗 我现在也不理解 你心里边想过爸爸吗 没想过 是因为妈妈坐在这里你不能说吗 不是他坐不在这里我也不想 你恨他吗 现在也没感觉了 当时呢 当时特别恨 为什么 因为他抛弃我和我妈 他后来跟谁结婚了你知道吗 知道 这事应该是对你打击最大的 对 就他跟你妈妈分手 其实你能理解 对 对吗 但你是不是会觉得他娶了一个不该娶的人 是 现在你的那个姐姐跟你联系多吗 我跟我姐联系还行 你姐能接受吗 我姐也接受不了 你长得那么大 这几年尤其是啊 爸爸来看过你吗 没有 联系过你吗 没有 你俩有微信吗 没有 电话呢 没有 他是不知道你住哪儿吗 知道 那房子以前他也住过对吗 对 他从来就没有一天回来过吗 没回来过 过年过节呢 没有 生日呢 你的生日 没有 他是不记得你哪天生的吗 记得 小的时候他给你过过生日吗 小时候过 在你的印象中 你曾经有过一个很爱你的爸爸吗 曾经 我有过吧 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谢谢他给我过过生日 嗯 那个时候你胖吗 也挺胖 你担心你的体重吗 那时候没想过 你现在多少斤你知道吗 三百斤 能少个一两斤左右吧 两百多斤吗 嗯 有秤吗 擀凉吗 行吗 行 来 秤能坏吗 秤 不会坏的 放心吧 我看一下啊 一圈是三百二十斤 对吧 一百六嘛 公斤 孩子 你这不是差一点三百 你这三百零四 不 看我真坏了 不是真的 你看你看你别动啊 别动啊 看到了吗 一百五是三百对吧 然后二 三 对 三百零四斤 不该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体重 父亲对婚姻的草率 让母亲徐女士遭受了巨大打击 更是让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儿子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精神重压 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在家的儿子小张 现在每天不是玩手机 就是打游戏 几乎不出门 面对他三百斤的体重 主持人认为 想要给小张减肥 首先要解决他们母子二人的心理问题 他们只有尽快走出过去生活的阴影 才能让生活步入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你希望自己瘦点吗 希望 你觉得多少就是目标 我觉得 我觉得一百多是最好的 一百多 一百几 一百六十左右 一百六 那就比王傲 他也胖了是吧 你注意他的肚子 注意一下 你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肚子吗 比现在这个强 我发现挺幽默的 你有想过以后做什么工作吗 工作 不累的就最好 我是我自己想 不累的 问题 你这学历 不行 你想做不累的不行啊 你有想过重新回到学校吗 想的是减肥之后去职业高中 职高 为什么要减肥之后呢 你现在 现在这么胖 学校不收你吗 不是不收 我自己感觉是受不了那一个环境的体重 怕别人看你是吗 我挺怕的 王毅老师今天在啊 要把孩子的心理问题先解决了 他先首先知道减肥是必须要减 其次要知道胖友是不丢人的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可能爸爸那件事确实对你的打击很大 你爸爸有没有给你留下一些财产 财产 那是房子 房子 但那房子还有贷款对吗 当时是留给你了还是留给你妈了 留给我了 说的是留给你了对吗 但是他有后悔过吗 当时我感觉他也不情愿 也就是说 虽然留下了一套房子 你都认为他不是真想给你 对 你爸爸不是以前特别爱你吗 人都变嘛 我感觉就是伤心病狂 你用这样的词形容爸爸你觉得合适吗 合不合适 我感觉是这样 说明爸爸一定做得太过分了 王毅老师 是的 因为他我觉得肥胖对他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因为他从小就胖 所以我特别想问妈妈啊 就当那个事件发生以后 你的脾气有没有大的变化 我脾气也有变化 就是说脾气也特别暴躁 然后也有点就是还特别沉闷 现在80年大伙都说说笑笑啥的 我就不愿意参与 有没有可能孩子反而是你们之间 互相可能有些要调整啊 看不上眼啊 找毛病 会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没有 妈妈会给你发火吗 要不是我自己找的 妈妈不跟我无理地发火 其实我非常的难过啊 因为我们两个人刚才交流了 和这个孩子 我们俩见面交流了一段 你的人生中这十来年 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 五年级 三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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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出现变故了吗 没有 那这场变故给你带来了多大的改变 我跟你非常大的改变 你跟妈妈关系好吗 现在国家挺好的 那什么时候关系不好 她刚离婚的时候 她一天也心情不好过去 因为影响 因为影响 就等于家里面阴影密布 是吗 你之前跟我说 说的以前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后来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 妈妈的脾气也不好了 然后我的脾气也不好了 那么今天 因为生活随你愿了 首先你的压力没有了 不去学校 没有了人际的压力 没有人指指点点 没有学业的压力 那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 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压力少了 然后妈妈也说 其实学习倒不是特别重要 我特别希望我的孩子快乐 但是我自己有孩子 其实我特别的希望 我的孩子不仅仅在家庭中快乐 我还要让我的孩子在社会中快乐 对 这是我们要让孩子扶上马送八成 这是父母的一个责任 我想知道 你现在胖成这样 你每天在家想过减肥吗 以前想过 用什么方法减了吗 节食 还有运动 有效果吗 都因为我坚持不下来 你坚持了多久 最长的一次 最长 勉强算小半年 勉勉强强算小半年 小半年 你是因为特别能吃就胖吗 我感觉有遗传了 遗传 你爸胖吗 他一家全胖 我亲近他那边的 他们家那边都胖是吗 对 我想知道你小的时候 你是比一般孩子爱吃吗 爱吃 最多时候吃多少呀 就是小食品 不停 嘴不停 一顿饭最多吃多少东西呀 比如说包子 包子我现在能自己一份吃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 方便面呢 五大 五大 你现在饿吗 现在不太饿 就午吃多了 嗯 就午吃啥了 我刚吃完饭 然后又吃了泡面 吃了一根泡面 刚吃完饭 为什么还要吃点泡面呢 大爷的 我感觉嘴停下来了 必须得剪 他这个不是说感觉 他必须剪 你爸爸妈妈离婚以后 就是这件事情啊 你是迅速就胖了呢 还是也经过了一个过程 经过了一个过程吧 越吃越多 嗯 你家里零食多吗 零食不算多 因为我都是有多少吃多少 嗯 就一次吃了那种 你觉得你这辈子 还能减下来肥吗 能吗 能 问题是谁要减肥都得坚持 你觉得你能坚持下来吗 能 或者说这次是谁让你来的 我妈 你知道你来干嘛吗 那个帮助我减肥 就我们可能会要求你说 哎 这个 这个在我们这儿让大家帮助一下赶紧减肥 那你既然能来说明你心里还是愿意的对吗 对 其实我觉得我跟你交流以后比我想象的乐观啊 嗯 第一 妈妈说你什么脑脑袋撞墙啊 想不开啊 不上学啊 胖啊 我感觉已经成了一个颓废小青年了 但是我跟你一交往 我觉得你心里边其实还是想好的 是 是不是 就没人监督你 以后我监督你 你看怎么样 行 我们这儿有那个什么有一鞭子 做不好了都回来抽 行吗 你也答应了就得做到 抽的时候还拍 拍了还放出去 算了 关键是 你 你想一想 你经历了一个人离开你之后 就不再过问了 这个对你来讲肯定 尤其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个 人离开是这种方式 这个无论如何心里会有恨 当然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放下这段 这个仇恨 这个甚至我想问一个 比较残酷的问题 就真的有一天 你爸 突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你爸爸需要你的时候 你会到他身边去吗 要是让我见他一面的话 我能见 不是他需要你照顾他 照顾 以前我妈也问过我 那时候我说我 不可能说见他 我现在感觉他要是真提出的要求 我也得去照顾他 非常好 我觉得妈妈这个答案 妈妈呀 这个答案其实挺好 就说明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对 孩子其实还是渴望能得到他爸爸 给他那种爱 我觉得爸爸和妈妈 那是他们的错误 是不是王英老师 是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两件事 不上学和肥胖 其实是一回事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断地跟自己聊天 聊的都是什么呀 都是随性的 就像现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小片 那个像什么 刚才那个王老师让你当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六十岁的老头去看这个大门 你说我不干 那你现在干的是什么 八十岁的老头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信心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能躺到多长时间 我觉得妈妈今天说引导你减肥 如果你的意志力不够 还会回去 因为这两个事情都是意志力 你说我跟不上了 我坚信在这个班里头 你绝不会是那个最笨的 必须上 我熬我也得熬到初中毕业 是吧 只有这样 我可能找工作的时候 人家才知道我不怪 为什么呀 我初中毕业的人们 有人说孩子不爱上学 但是辍学一定有故事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特别想让你看一段短片 曾经我们这里做过一个女孩子 她当时呢 她受的那个委屈比你大多了 跟你一样 她比你 当然她比你还要胖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她当时的情况 对你有没有一些启发 来看一下 看板不着急啊 不着急 2015年8月17日 大王小王迎来史上最重量级嘉宾 160乘以2是320斤 再加上60斤 380斤啊 380斤的体重 给她的生活带来诸多不变 别人的那个眼光看我 心里很不舒服的样子 那个人怎么那么胖 出租车会停吗 不停 感觉到妈妈那个时候 特别的不特别的样子吧 盼盼又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失败的情感经历 让她陷入了绝望 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和以前不一样吧 就是说那个时候 她已经 就是说这婚姻 已经走不下去了 这样子 催她吧 但是她头都没回 就是她坐火车就走了 第二次重组家庭 老公比她大17岁 非常迫切地想要一个孩子 却因为肥胖 几次备孕都没有成功 胖了连孩子都不能上 根本就没有看上看这个人 自己年龄大点 这边走一个就算了 为了帮助盼盼走出困境 大王小王决心帮助盼盼减肥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盼盼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的 这比你胖点吧 380斤 比你惨点吧 两次婚姻 今天来了 掌声都请盼盼 盼盼 哎呦 亲爱的 好久不见你啊 越来越漂亮啊 来来来给她们认个好 这就是美女啊 这就是美女啊 这当时是你吧 这当时是380斤 现在来来来 先跟大家说说体重 现在150斤 一年多吗 快两年了吧 没有 时间有一年多 但是总体减肥的时间是11个月 11个月 减成了这样 哎 哥们 你想减成姐姐这样吗 想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行 她们刚才听到她的故事 会不会好心痛啊 来 请坐 反正刚才我跟后边吧 听她 听她妈妈说 再加上孩子说吧 心里确实挺 不断的那种感觉吧 因为这些事情 并不是这个孩子 该承受的所有的一切 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 也不是她应该承受的 关键是 她这样的 她老跟我说 她坚持不下来 你觉得她能坚持下来吗 一定要坚持 因为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你只有选择减肥 你只有通过减肥 改变了你自己 才能改变所有 才能改变你妈妈 对 如果你不改变自己 不瘦下来 你任何什么事情 你都做不了 你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她们我想知道 你刚去那的时候 那么大一身肉 你做那动作 挺不瘦当时的 对 我就每次 我经常想 就一开始你怎么练的 怎么坚持下来的 根本就不行 可能心里的痛苦 就是说 给我自己的那种动力吧 再加上体力过大 在跑步机上承受的那种痛苦吧 那种痛苦 远远超出我心灵上的痛苦 因为它永远比不上我心灵痛苦 你现在还在那儿减肥吗 我还在那边 你准备减到啥时候 我准备减到130 原来的目标是140 天呐 王一老师 会不会觉得是奇迹呀 对呀 说句心里话 如果我跟人家说 两张照片是一个人 人家肯定说 你这绝对造假 是吧 是为了宣传什么 什么减肥机构 但真的变了一个人 连长相 你估计脸都斑 你记得吗 全是那个斑 你看现在 对 而且写的比现在年龄也大 你看 所以 我现在要再问你一下 你准备好减肥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起立 男子汉大丈夫啊 17岁了吧 对 马上要送自己成人礼 来 面朝大家 在18岁之前 你愿意给自己定个目标吗 愿意 多少 160 其实我们呢 要看你自己的决心 如果你觉得可以下着决心 我们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减肥医院 然后去减肥 但是呢 如果你下不了这个决心 那咱们就白录这一期节目 大家看看乐呵乐呵 你自己可以吗 我有决心 有决心 三个月之后 我找你 行 三个月 你觉得能减多少斤 像他现在这个体重 刚才是300 305 305 如果正常的话 他三个月应该在 100斤左右 减下100斤 三个月不行吧 三个月他 他小孩 他有力气减肥 因为他 就是因为他年龄小 所以他减的比我蛮快 因为他带血 那这样吧 你帮我一事 帮姐一事 监督着他 肯定的 如果他要是愿意 我肯定 你不光要减肥 绝对去了不能玩手机 还得复习功课 准备 减凡肥 所以以后直接赶快准备 继续上学 然后考大学 可以 小的时候 我们说一帮衣一对红 现在你就开始得一帮衣一对红了 大王小王帮助了你 我也希望你传递这份爱心 再去帮助他 肯定的 那咱们就不见不散了 小伙子 三个月以后回来 好吗 好 再见 加油 开心了没今天 开心了 那就拜托你了 节目录制后 我们给小张联系了一家减肥中心 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减肥中心的老师 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目前小张已经减掉了近80斤体重 大家好 我是张喆哲 非常感谢大王小王 给我提供这次减肥的机会 也感谢盼盼姐 给我带到这个减肥中心来减肥 让我在不到三个月里 成功减重76斤 虽然减肥的过程中有点痛苦 但是我都挺上来了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与支持 谢谢大家 我会积极努力的 减到我最理想的体重 在这里 我们希望小张能够再接再厉 坚持到底 也希望小张的妈妈徐女士 能够走出婚姻的阴影 开始崭新的生活